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不是周深的一贯作风 可没等周深把话说完张绍涵就插嘴 来了一句你现在就可以走 看得出他是在开玩笑 但给人的感觉很离谱 之前对他的印象还挺不错的 看完这期节目终于找到他不活的真正原因了 先不说他是不是拿了剧本 为了节目效果故意这样说的 就冲他不尊重别人 没等周深把话说完这一点 就活该被骂上热搜 更何况周深的表情很严肃 并没有想要跟他开玩笑的意思 就算是为了节目效果 也可以等周深把话先说完 然后再发表自己的看法 仗着自己是这档节目的老人就为所欲为 粉丝觉得他是真性情 但在路人眼中 他的人设早就翻车了 好在周深并没有搭理他 再看张绍涵一脸坏笑 隔着屏幕都能听到他刺耳的笑声 看热闹不鲜世达的节目组还给他打上了 就想逗逗生弟弟的花字 感觉讽刺至极 因为在华语乐坛 张绍涵跟周深压根就不在一个群层 周深不仅助力北京冬奥 每年都是各大春晚的常客 而张绍涵早就过气了 除了自家粉丝外 很少有路人能想起他 存在感极低 紧接着 周深深度解析了音乐带给观众的感受 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的关键说了出来 既做出了回答 也帮台上的极客俊逸 跟西林纳一纲回答了评审的刁钻问题 可谓一键商雕 高情商获赞无数 不愧是华语乐坛的天花板 情商跟张绍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 我是在拉踩张绍涵 但接下来的话风再次证实我的观点 听完周深的解释后 梁元说自己在该节目中听过很好的作品 尤其是张绍涵唱的白蓝歌寻游记 这就不难理解 张绍涵为什么会对周深说 你现在就可以走这句话了 两人拿到的都是同样的剧本 梁元捧杀张绍涵 拿他跟极客俊逸做对比 这不就是典型的拉踩行为吗 人家周深讲的是音乐作品 带给观众的感受是一样的 他却拿张绍涵当挡箭牌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个人觉得周深的观点很到位 因为歌手只要把自己的闪光点 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用不着在乎别人的感受 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是不可能做到让人人都喜欢的 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审美 去衡量歌手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喜剧人周深给足了鉴赏团面子 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齐克俊逸跟西林纳一高 选择的东西的人是胡海权 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可是胡海权只能选择一个人 其他思维还开启了抢人模式 胡彦斌选了西林纳一高 周深爆笑百出 在体板上写了呵呵二字 简单一个举动 拉满了整档节目的袭击效果 放弃了抢人的机会 最终 吉克俊逸跟盖成为了合伙人 西林纳一高选择了胡彦斌 第二组登场的是康姆士乐队 他们的音乐作品刚开始很小众 但通过某档综艺被更多年轻人接受 这次来到天赐的声音舞台上 可以注入很多新鲜活力 与此同时 还有陈亦涵的加持 他们带来的曲目是刘若英的经典曲目 后来 本以为陈亦涵会惊艳全场 结果前奏一响 不知道是节目组的问题 还是陈亦涵的唱功本身就不高 嗓音模糊不清 小到就像快睡着一样 唱功不及康姆士的三分之一 唱到第二段时 陈亦涵的唱腔明显清楚了很多 但他的实力也就是KTV水平 并没有太大的亮点 一枚渲染力 二枚突破 说白了就是网红翻唱 而且从头到尾 脸上任何表情都没有 很难让人get到他身上的闪光点 出道多年 一直未获是有原因的 唱功不行 就算长得再漂亮 也不会有观众买账 表演结束之后 还在舞台上哭了一把鼻子 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既然热爱音乐 就要用实力证明自己 闪光的乐队中的王静雯 一没颜值 二没背景 但人家凭着自己的努力 让无数观众认识了自己 反观陈亦涵在节目上掉眼泪 一点都不讨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